出手了 丹田山水出逢 冲冲冲 感谢那个的小花家 感谢日的小花家 还不出这一张半卡都不出 连一张半卡都不出 感谢说要出大货了 哥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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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冲冲冲冲了 二星差的不多了 没出货呀都 我操 二十年 出鸭子 你是人吗 刀鱼 刺激真是蛮刺激 这个今天也不出来 连卡都不出了 啥都不出了 说哈了是吧 这太快了 这两个都说哈了 我流血 我流血 我是受伤 我受伤 我受伤 当明天嘲笑我的疯狂 又倔强 却反抗 反抗 信念在生长 我终于云荒 对 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改字解说跟雷哥和日日艺人冲武时 点几手 是 是阿改说的是吧 我说的 我说的 那你吗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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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我来了 冲 乌云 中 孤 毒 病 自由 的 雷 是不是就雷哥日日在点吗 啊 因为我没看到你反其化的名字 好 雷哥茶双 这是日啊 这么黑吗 日子 九日九日 我以为他要割回去啊 之前都三点出了 我炒饭吃 炒饭吃 开始吧 歌放下来歌放下来换一首歌 妈的这生命之枪不行 感谢雷哥的小花架 哎不是 出了一张卡 就出一张卡 换一首歌哥哥们 别急啊 大威天龙 给我出给我报 飘 报 哇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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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出还不出 狗多鱼 二十一下出一张卡 而且还 你们妈这个美滴 哪里套 看我大和进步 之前那么好处理什么意思 感谢雷哥的小花架 雷哥他又来了 给我出给我报 妈搞了半天啊 这也太难了 妈妈这么黑吗今天 哎呀 让不让他和那狗狗鱼 再换一首歌 不要再一直换 感谢雷哥的小花架 刚六点进北 哇操 又二十发什么都不输 什么二十发呀 走 二十一二十组的一点呢 直接点击的时候 出不出嘎揽 怎么越播百分之一的电了 没冲上去 完了这怎么回事 怎么只有百分之一的电了 我充电宝电是满的呀 你怎么才发现呢 你这不能拔 你一把手机马上关机 要么你要 你要赶紧插在这个插座上面 不用充电宝 你这一把一百分之一的电 马上关机了 哇操 飘 还不飘 我操 日点点信物券也没出啊 嗯 我的妈什么货都没出 直接这样点过去了 过了吗 不是那个 那个出了卡 出了卡也快出了 没出才能出红了 三百位来五十一个破车 你还戳了一个破车呢 那还行 白的时候不知道多白怎么这么黑啊 今天是真黑啊 哇操 这个瓶都不飘 怎么的呀 怎么的呀 他搞到三百里出红了 他现在出红了他都不出了 我跟你说信物券不出很正常的 你看小叔叔现在信物券出过吗 根本不出了 小叔叔那里出了那个 他已经是几个月了 他赢了 别人都说借钱赢钱 妈的 你不是有五百的私房钱吗 阿日 掐一根掐一根 亏是亏了 亏肯定亏了 感谢那个的小花家 感谢那个 因为之前单点出了太多那个三百里出红了 他今天不出了 我都点出来了 那个也点出来了 什么叫你不如我你都点出来了 你来就出了 我的单点都出小点出 你看三点都出几个了 你看三点都出几个了 就是之前太坏了 三点 三点这一阵子出了两三个 都是单点出的 单点 但是你要出一千都必须二十一点了 二十 五十这么几年 那雷哥肯定要冲了的呀 他肯定冲了的 那雷哥肯定要冲了的 他二十的都点了两三手 他肯定是冲了的 还一辉哥 还一辉哥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哇操这十八有什么不给 搞得我都想出五百元的上去攻一下 我操你大爷的 妈的 哈哈哈哈 气死我了 哈哈哈 你抽了幸福倦的呀 雷哥没抽幸福倦呀 你幸福倦多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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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腸粉 还加一个什么菜 没有了 叉烧饭 鸭 豬扒饭 电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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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飘了 哇操 什么东西呀 全人飞机 你这轮不定来一下 他终于给你出了 亏肯定是亏了 好都搞完了 感谢我日日的雪人飞机 感谢我日 感谢我日 嘎啦 感谢我日哥哥 听见没有 感谢日哥哥 感谢日的雪人飞机 这妈的 四百元只的雪人飞机 太贵了 这个飞机有点贵呀日 你什么东西有进度条没有啊日 三星过了没有过还差一点点 你没有你全部都没有进度条是吧 哈哈哈哈 欢迎雷哥 感谢我日 感谢雷哥 么么哒 终于挑了一个雪人飞机 我操了大爱的斗鱼 狗斗鱼 这跟那个啥是一样的都会有冲动 就是你之前想的再好 然后上头了那那 上头了就不由不由自主了 你知道吧 很容易上头 你不能跟烧爹比 知道吧 你以后在别馆面叫爹 妈一叫就玩 一叫就玩完了 你叫爹的都玩完了 吃吧日 点了那么多他们点了好多了吧 我那天看到人家出了黑龙了 几十块钱就出了 第一次见 就是那个活动出来 我第一次见 以前没见过 马上又要活动了 最后一首看能不能过三星 牛批 最后一首好嘞 这手术 我妈出一张卡 感谢雷哥 感谢雷哥 感谢雷哥的小画家 这手术可以啊 肚子聊聊天 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妈太紧张了 只要胆子大五星都不怕 怎么胆子大 怎么才能大起来 这个时候我 我只希望 我是个妹比我走 你他妈坐这 别想偷懒 我不是偷懒 我他妈坐在 现在聊天呢 好好好 我现在就是想 生回我以前的心 我还有兴趣再多一步 生回以前的那个心 感谢灰哥的情况嘛 但是得要一个星期都过一个 就是 心急平静达到四星才行 感谢雷哥的星球 如果大家都一起点起来还是有希望的 就是一个星期过四天四星 五天 冲 冲 灰哥我还差一点点过三星了 灰哥 差一点的时候喊灰哥 应该是没毛病的 灰哥我还差十几块钱过三星了 灰哥 点一下宝箱 没有十几块钱我看一下差多少 十几块钱嘛 几块钱三块钱嘛 几块钱嘛 嗯 妈十一块七 还差九块三八块三 谁来都不好使哥 对哥 谁来的都得哥 哈哈哈哈 该聊天的时候聊天 该该 哥毛线了 这是哥 你们也进去了 我也进去了 哥 妈的都给斗鱼做贡献了 斗鱼要求员工 给你们搞进去了 然后我主播自己也搞进去了 这真不是挣钱来的 这不是挣钱来的 哈哈 哈哈哈哈 最赚的就是狗斗鱼了 你能不能换一首歌 这个歌听得我心里难受 现在心里都是真的 喘不上气了 你们听这个歌难不难受 我听这个歌 我感觉我喘不上气 想吐 你快点切 行不行了 我如果在盖盖盖盖盖多半年 听说喜欢你 为什么你 还差一张办卡挥个来没毛病 挥个来 挥个在不在看一张 一张办卡对于挥个来说要不自事 问题不大 挥个羊了 他在外面上班肯定要羊的 一张办卡问题不大 他在外面跑 肯定要羊的 听一首这个歌 舒缓一下情绪 哎哟 妈呀 刚才那个歌听到真的心慌意乱 喘不上气 那脑里还总放那首歌 这个歌好不好听 哥哥们 欢迎新落黄河万里长 马上啊 辉哥你病了你就好好休息吧 你病了你好好休息 欢迎挪耳朵去西藏 这个差一张办卡问题不大 等一下我再搁一搁其他的哥哥们 那一张办卡多大点事啊 对不对 都做杨国 现在都杨康了 你好得很 你不是说你杨了吗 然后你最近来你没什么打字 我们都还阴着呢 但是我阴着我也浑身没力 我也难受 哎三爹现在晚上他退的好早啊 他就是熬了两天夜睡得晚一点 然后后面都睡得好早 他嗓子还好一点 那嫂子嗓子哑得厉害 他的嗓子还好 但是能听出来病了 能听得出来那个声音病了 他病的时间也挺长的 一二十天了是吧 是不是得有一二十天了 嗯 欢迎挥哥归来 挥哥充值归来的 就上大号了 换号了 马上三星就过了 哥哥们 老李还追求就只有二星 他妈的一点追求 都没有一个大男人 要有点追求 有目标 四星五星都不是事 是吧 日人 你都自己都没追求了 哥哥们咋帮助你啊 对不对 都要追求 感谢挥哥的新变灯 感谢挥哥 感谢挥哥 够了应该够了应该够了 咱俩是不是时间没到了 时间没到了 嗯 没事坐着聊聊天 明天都放假了 坐着聊聊天晚一点 我那妈大姨妈来了 刚刚我洗碗了 师父 妈我今天肚子疼了一天 我躺床躺一天都没起来 这真是他妈的晴天霹雳啊 时间 时间没到 挥哥 他现在有时间 所以我想把心伸上去啊 得要跟我们一起帮我努力啊 大家一起努力才能生了 一个星期过五天四星 才能伸上去 开张25分钟 一个礼拜 我就上个厕所 我心里好难受 难受什么 一个礼拜过 过五天四星 做梦 做梦 我没做梦啊 我今天躺了一天了 怎么 你现在要告诉我这样的一个消息 我肚子疼了一天 今天 我没力气 明天再躺 明天我 我准备出门 算了 不出门了 在家躺三天 基本上就就就就就就好了 哎 我都瘦了 我脸怎么还那么大呢 我都瘦了 我们家的狗胖了 我们家的狗胖了 老李小李都胖了 就我瘦了 我就嗓子有点痒 想咳嗽什么 五个火箭的身 那就 伸上去了 就不用等时间了呀 就凑人头呀 还是喊人头带劲了 对不对 你看以前凑人头的哥哥 现在一共不着他们凑了 他们都有点 感觉有点无能为力 人头都不需要凑 是吧 那臭人头的哥哥都感觉没劲了 是吧 那有时候喊喊人头 是吧 哥哥们都还看着呢 这个星期已经差不多完了 这是今天星期五了 下个星期好不好 我们一起努努力 过过四星 好吧 一天 一个星期五天就够了 五天 就能达标了 我也不知道我咋降下来的 我没看降级标准 忘记看了 我看 我去别的直播间看 它好像没有降级标准了 咋我就降级了呢 你们想不想去狗市转转了 狗市我看了人很少 不多 但是有人 要不然明天去去 明天不行 明天我他妈血流成河了 明天估计不行 我得躺 我都开了美颜 美颜还看着嘴巴有点颜色 我要是不看美颜 跟个死人一样 吓死个人 你们跟你们讲 真的 没有一点气色 试看 试看 试脸好大呀 我感觉 诶 我记得我之前92斤 90斤的时候 那怎么拍那个脸都很小啊 都很瘦呀 这杯奶茶不错呀 难怪我今天 觉得特别难受 特别不舒服 小李没闹我 他有平板玩 他不闹我 下午他们 就上了一节课 老李跟你们讲的 那 讲的那个 你们不要玩 真的不能碰 就像在直播间 直播间点这个东西一样 一点 他容易上头 你知道吗 你想着我点了那么多钱 他都没出 我那非得把他怼出来 是不是 有时候他不出 他就不出 油然天成哥哥 你啥时候 啥时候给我卡个牌子呀 我的手机还没好 你看这个有电了 冲进电了 刚才只有1%了 你到上海瘦了 每天干活多就瘦 吃的不好 干 越累了就瘦 我这前几天没吃饭 所以瘦了一点 我一恢复食量 他体重就回来了 他瘦的那几斤都是虚的 你想一下 我发烧两天 我就瘦了6斤 你想平常那6斤 多难掉下去了 我都烧了两天 就烧了两天 就掉了6斤 这6斤还一直没回来 因为我一直没有恢复 正常的吃喝 就这两天 从昨天开始 昨天吃了一点饭 然后今天 昨天晚上 不是炒一盘土豆丝吗 我吃了一碗饭 然后今天中午 我吃了一碗面疙瘩 没吃完 太多了 前面我都没吃 每天就是点奶茶喝 到最后奶茶也喝不进去了 今天又点了一杯喝完了 里面还有好多椰果 里面有好多椰果没吸起来 我只要恢复正常饮食了 就很快就能回来 我当时瘦到90斤的时候 我吃很长一段 可能一年多才恢复体重 也是因为我不吃 刚来到这个时候 吃不惯不吃瘦的 从102掉到90 老李是不是单曲循环了 这个歌还蛮好听的 我最近看那个风吹半下 里面老歌还挺 给我看哭了两次 那大半夜的我在那里哭 我年前应该没有什么事情了 年后的事情 过年一过完事情有很多 年前还要把小李的事情办了 要去一趟徐州 日走了呀 日怎么走了呢 年前要去到徐州 我把小李的事情办一下 年前不办来不及了 哪个什么时候出发呀 你什么时候修廉价呀 哪个 欢迎认识 过年的时候修不好吗 过年的时候 连着那个廉价一块修呀 时间长啊 你一般出秀玩的话 怎么第一得玩个一个礼拜呀 对吧 还有廉价羡慕 你没有啊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 我每年基本上都会出去一次 因为休息太难了 平常周末是休息 但是你长假少呀 年假都会出去玩一圈 我就是过年修呀 哦对 过年连着年假一块 时间久玩得好一点 你像你在 你在广东那边 你想去冷的地方 你像我们就想去那种暖和的地方玩 你没有呀 你每年出去玩吗 上班的人好像他们都是趁着廉价出去玩 今年反正都放开了 有羊的人他也不怕 他也会出去 也没啥好怕的 网上都说的好吓人 我昨天不是发给你们那个 人家还西洋都 喘不上气 有点恐怖 你妈 你个人那玩什么呀 为了朋友 我们以前 要么就我跟老李两个人 要么就约朋友一起出去 人多好玩一点 就比方说 都结婚了 就一阅 就两队 四个人 刚刚好 头发跟冲击 我要染头发的 我本来元旦去的 马上要过年了 我 我卖猫也是 你让他说 我说你不看看呀 我不是 他问我在哪 我说 我说猫不在我这边 在大屯 然后把定位发给他 老李 欢迎小猪哥 老李出来接 然后我说他都不看看吗 他都说了 都自己家里养的 都没事 也不用看 你们猫真的 那个猫 真的要买 家养的 为啥不在市场上面给你们买 就是怕他不是家养的 饭来的 你一下就挂了 毛病多 结个婚嘛 以后跟老婆出去 现在很多人过年 他都是出去旅游了 都不在家过年了 没意思 前几年都是这样的 过年 家里把年饭一吃 就出去玩去了 提前把地方都订好了 以前老李他姨妈家什么的 30晚上 都是30晚上吃年饭 吃完年夜饭 就各回各家了 自己找地方玩去 我们家的过年 以前过年都不一样 我们家过年吃完饭 都在家里 老李他们家就是 吃完年饭 你就随便去哪里都可以 以前都是30晚上吃完年饭 我们就出去了 朋友都约出来了 然后就在外面订个房间 玩 我他妈我感觉 我跟我羊了一样 真的我没羊呀 我怎么感觉 我的 从发烧到现在 有一两个星期了吧 只有一两个星期了 就总感觉我状态不太对 然后鼻子老是堵住 老鼻塞 年初一早上回 待会看看 过几天 我现在三星过了 等时间 三星过了 下个星期咱们努努力 能不能过过四星了 下个星期 卢努力过过四星了 这个星期已经 已经 差不多快完了 还有两天 欢迎二场汽水 老李 这狗场 也没啥事 那三个狗 大狗会带 不用怎么管 老李应该会每天都回来 每天都过来 正常年 他们老李他们家都是30晚上 吃完年饭就都走了 自己去玩自己了 我们在这边过年也没啥事 也不用到处去拜年 在武汉 其实在武汉也还好 就以前我家里过年就很累 到处去拜年 亲戚太多了 那首歌单曲循环了 我都发现我是不是痒了 他没撤出来知道吧 没撤出来 一两个星期了 还觉得还不舒服 这一两个星期我也没动着 天天都在家里 年初二中午去 过年就到处吃年饭了 这一家吃完 吃那一家 都自己亲戚家里吃 过年不好玩 现在街上多冷清了 都没有人出去逛 就跟过年一样的 今天晚上 今天十点半了 今天在里面休息 晚点睡了 对呀出去了 那你一个人也不好玩呢 还是得约着朋友 你妈不出去就约朋友一起 我们都是约朋友 以前都是约两口子 四个人出去玩 要么就我跟老两个人 然后费用都是AA 都平摊 吃喝玩乐费用 就是我们会这样 就是一人出多少钱 然后放在一个人手里 然后买东西吃喝 你自己买东西 那自己掏钱 就吃喝住 就从那个人手里掏 就这样 我拿个东西 我现在想出去玩 都没机会了 第一没机会 第二没钱 没有时间也没有钱 离不开 狗场离不开人 过年出去玩可以 我们过年就出去 就找暖和的地方 冷的地方一般都不去 辉哥你咋想到 跑到上海去上班了 你为什么想到 跑去上海上班了呢 我搞不懂了 发现怎么还没结尾 你那边又不下雪 这边以前冬天都要下好多场 今年没怎么下 今年就下了一次 还没堆起来就化了 就当天屋顶上面有一点雪 地上都没有什么雪 第二天就没了 去年冷 去年这边都零下 14度 今年 今年好像没有去年冷 好像不知道是没 应该到时候了吧 反正没有去年冷 去年好冷 去年待在狗场 差点没把我冻死 这边没 徐州好像真没玩的 没有什么玩的地方 不适合旅游 不太适合旅游 你说它吃的吧 它也不太好吃 我刚过来的时候 都受了这么大一拳 就是因为吃不下呀 这边东西 吃不惯 你来这边 你应该也吃不惯这边口味 我们那边的口味 跟这边还比较接近 我们都吃不惯 这边的菜就是 又辣又咸 青菜都放辣椒 番茄炒鸡蛋都要放辣椒 没啥好吃的 你出去玩 要么就是那个地方很好玩 要么就是那个地方的东西 很好吃 是吧 欢迎牛皮哥 烧烤 我在家里呀 烧什么烤呀 老李晚上都不在国厂了 不可能再烧烤了 我我 元旦我也不准备过去 过去了没啥事 我又不过去了 工钱没趟好 哦 然后就跑去上海了 他以后每天晚上都过来 老李 我真准备圆弹去染头发了 染不动了 没力气 浑身无力 不是老李来了 我床都没起来 躺了一天都没起来 然后晚上看个电视剧 还看哭得稀里哗啦的 连续两天晚上 我看电视剧哭得稀里哗啦的 一个人在那里哭 你睡着了呀 郑州有没去过呀 郑州应该也不好玩 我感觉郑州应该也不好玩 找那种旅游城市啊 他们就去重庆 重庆那边吃的多 湖南吃的也多 湖南那边好像第一是吃的 第二是景点 好像也挺冷的 我以前在武汉 我大学同学来武汉 跟他老公来武汉找我玩 让我带他们去玩 我都不知道带他们去哪里玩 我都觉得没有玩的 我只能带他们吃 带他们吃好吃的 我都觉得没有什么玩的 然后还带他们 那个黄色楼 我还是小时候 几岁的时候 我跟我爸爸去过 在这上面因为有相片 我还带他们去爬了黄色楼 我自己都不去 我不知道那边有什么玩的 开封那边他们都很多人过去抓狗 小型犬 以前小型犬 开封那边的小型犬便宜 但是你得会逃 我们是也想去的 但是我们从这边去到开封开车 应该得 五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 应该得 你想去爬山了 我可讨厌运动了 我出去玩 我一般我喜欢 要么玩游乐 试试 要么我就住在酒店里面玩 就是海边的那一种 住在酒店里面玩 我不喜欢爬山 不喜欢动 我六 应该是六岁的时候 我爸带我在黄色楼上 照了相片 我相片都不见了 我不太喜欢爬山 我以前 那十几年前 跟老李还有他妈 一起去江西 那还不是个 那就是物源 一个很矮的山 我爬到一半 人家说没有缆车下来 我就没爬了 爬到一半 我就往下走了 我突然想起来了 爬到一半 然后碰到有一个 从上面下来了 我就问他 我说有缆车下来吗 他跟我说没有 我很果断的 我就往下走了 我就没敢上去了 我不喜欢运动 有的人他特喜欢爬山 像景点什么的 我都不喜欢逛 不喜欢逛 就像我去海南 我一个景点都没玩 就待在酒店里面 玩了一个礼拜 景点都没去 太热了 蚊子又多 夏天 我一般都是夏天出去 那不知道 十几年前去的 我那照片 QQ空间里面 应该有很多照片 我QQ都找不回来了 那手机号 很老的 以前的手机号 以前我照片 都存在那个QQ里面 然后我之前还能登上去 我忘记把那个 把我那个号改过来 我现在密码都忘了 登不上去了 开封去看包工啊 这边的人去开封都是去抓狗的 现在那边的小型犬也贵 以前那边的小型犬便宜 但是你去那边 你得就是对狗很熟 要不然也容易上当 跟安山差不多 水很深 其实我刚来配线这边的时候 配线这边的养殖户是非常淳朴的 他根本就不懂那些 什么的染毛呀 那些技术手段 都是慢慢传过来的 这边因为以前养狗 人家都是年纪大的人养 就是实打实的正常的养 没有啥技术手段 所以以前 那个时候17年我代购的时候 虽然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 但是那边 那个时候狗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基本上 我就只测个细小 其他都不测 其他细小还是会测 现在慢慢的 这边的人家也学习了新技术了 因为要使狗好卖呀 要使狗有卖相 你必须得要通过一些技术手段 来喂养它 来捣捣它 我就是觉得武汉 因为我从小到大 都是在武汉长大的 你看我带有同学来招玩 我都不知道带他去哪里玩 那黄河楼武汉人都不去的 然后他们说想去看看 我就带他去爬了一家黄河楼 你想我六岁的时候 我爸带我去黄河楼 那个时候记得啥呀 我就看到一张照片了 我才知道我去了 武汉汉口这边基本上是吃的 武昌那边是大学城 汉阳基本上没有玩的 因为基本上武汉 像我们在武汉一般小长假 就去周边玩武汉周边 找一些农家乐的地方 然后约着一群朋友 那种哎呀三星过了 感谢哥哥们 就是那种农家乐的地方 你约上要朋友在一起玩了 那烧烤钓鱼打牌 在那里住一晚上 这挺好 你要真说有什么玩呢 东湖它也不好玩呢 你一般你住在哪里就觉得那个地方 它没有什么玩的 我跟老李出去基本上都不是玩 都是为了吃的 下的少比这边下的少 因为武汉那边的温度它没有很低 你要想看学就去东北 想去暖 你像你广东的 你应该不会去什么海南的那些地方 你看明天又离下五度到十度呢 哎呦肚子好疼啊 我没敢跟随你的路 我怕我分门复复 那年我没敢认真 是怕我越来越深 为你才有的愉悶 之换来你的转身 黑夜里的冰冷 我多想长迷不歇 我讲过很多的方式却没了你的深夜 我变得越来越俗 享受着夜的孤独 原来是我中的土 变成回忆的路 我的妈你蹲个蹭了 蹲了多久啊 你妈掉进去了吧 看你住住 旅游就是 从一个自己 自己玩力的地方到一个别人玩力的地方去 就叫旅游 其实武汉你说要玩的吧 你这个衣服别穿它 穿帮的真不好洗 这个衣服洗这儿了你知道吗 它羽绒的不能放席机里面洗 我把它放席机里面洗了个 所以它不能忘博了 把那个经验都拎了 哪个经验呢 这个宝箱 哪个宝箱 上面那个点点 还对 我每天都拎 上面有个箱子 看见没有 我都不知道这里可以点了 你要把 还有下面还有 不想点 你要把那个黄金双倍开了 快过期了 好像是2号过期 那个黄金双倍 嗯 元旦的时候在群里面给哥哥发个红包吧 新年了 嗯 发个红包也没多少钱了 一点轻易 我给小李买了衣服 他跟我说发不了货 跟我今天发信息 不知道过几天能不能发 他跟我说那个快递的路线 什么呀 就是买便宜了他不想发 什么 过了昨天晚上年货节 过了12点就涨价了 是啊 他那家店就要等到做活动 才能买 不做活动 买不合适 做活动要便宜好多了 或者他有满减的时候 人买 跟小李都买了2000万衣服了 因为他过来他都没衣服穿 天哪 这还一天到晚不出去 在家里穿着睡衣 买衣服没穿上 你不管 不管那是不是平常穿睡衣 那是出去一台就得 对呀 这不发货你咋弄啊 我等几天看他能不能发 今年发货是真的难 我昨天本来跟他买另外一件的 没有了 每次买都要买600 还没跟他买鞋子 我跟他买了那个鞋子 他都没穿还是新的 他就只穿了一双 我在以后不跟他买那种板鞋那种类型的了 他要穿那个 不是脚 那个鞋他穿的挺松的 他喜欢穿那种运动鞋 反正他不爱穿 昨天晚上洗的 昨天晚上洗了吧 把那个衣服我都洗完了 你是吧 明天休息 明天休息他也不用洗早餐 我还说 我还说那个料店没有了 我再去买 我再去备一点 不用买了 还剩半袋 我也没想到我昨天一发就有人问了 都卖了 我昨天 我昨天把那个男牛那个猫我就发了一下 然后马上就卖了 卖的便宜 卖的不贵 经常发一下 你总是说我 我要发我得有视频了 我没有视频我咋发呀 我发个鬼呀 我他妈找他要个猫的视频 要了半个月都没要来 他还隔着跟我说经常发一点 把那个给我拿来开开胃 我找他要那个猫的视频 要了半个月 他不给我拍 今天我怎么做 完了完了完了 掉了 怎样 反正在那里掉了两个 哇这一袋也没有了 算了都湿了 我吃了 我吃过 你不是不吃酸的吗 这个不管 酒制橙皮 嘴巴里面没味的时候吃一点可以 没事啊我没事 我今天尝一点了 头疼了有点发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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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剥两个小时不到就够了 时间就剥满了 明天随便剥一下就死了 没好安排就去凤凰古城 湖南凤凰古城在湖南是吧 好像是湖南的 十年前我都跟老李说想去湖南 他一直没带我去 我们当时在武汉坐高铁 一个小时就到了 那是到长沙 就是长沙呀 从武汉坐高铁一个小时就到了 他都没带我去 一直说要去去去 你喜欢玩景点啊 你看我不喜欢玩景点 我在景点的兴趣不大 他敢想吃 我跟老李出去就是吃的 欢迎回哥 就是吃 我感觉我眼皮都搭下来了 老李 什么 年纪大了呀 眼皮开始松弛了 眼皮都往下搭了 我感觉 我跟老李出去就是吃的 吃 吃好了就玩好了 欢迎虚昌清 这个手机你按照阿龙的方法弄一下呀 哦 一直没弄我这我这看不到我就很难受 你知道吗 都是这样的 明天明天明天 呦明天你怎么什么事情都明天了 我会我阿龙睡了吗 他刚刚来的的没睡 嗯 那个手机你弄好了 我把那个卡放到我手机上面了 放你手机上面是好的吗 不是好的呀 那二级是卡的 那你就没 那卡可能坏了 那你没必要换呢 这个这个手机上面有 有另外一张卡也能用啊 你换了干嘛呢 但是这个支配高贵呀 你不记得我们改的支配好像是不贵啊 一块钱一击的 那个电信是一块钱一击的 那那就用这张卡吧 就这张卡支配不贵的 一块钱一击 嗯 欢迎王拉奇 那就相当于100 你现在用哪张卡 一个月159就安了一个宽带 哇操 199 哦 199就相当于看 我他妈要用两年 我他妈操他妈按了真的是没用 当时是狗室装了宽带 狗室又没用 然后两根线牵了一根到狗厂去 压根就没用上 726 当时狗厂也有宽带的 这上面是726的 你用了726的吗 嗯 726的那个支配贵 我是跟你说啊 我说这个支配贵呀 你为什么把7626的放到这个上面来了 狗室只能用电信的不你不知道吗 另外一张卡我在狗室上拨了好得很 一点都不卡 我就是把电信的两个对掉了 你不要对掉你给我放回来 你给我换回来 我就用另外一张拨 726的贵 因为这张卡就放着没怎么用了 你知道吗 就每个月交月租就行了 回头你给我换回来吧 两个卡 那个卡不能用就算了 我还要混买两年才能取消掉 妈的一年两三千块钱 简直没用 他都不知道瞎换 那张卡是不用了的 就是 然后又没有注销 因为很多东西绑着那个耗在 咱们11点钟下不安哥哥们 咱们11点钟下 下了我也睡不着 我躺了一天 我今天都没管小李 我都没管学习 我就跟他把作业交了一下 没管到学习 是上课自己上的 管不动了 那觉得自己也很疲惫 现在哥怎么都称不懂呢 他一点都不想你过来 你过来他就不能跟我睡了 烦死了 他 我跟他说你今天要过来 他烦死了 他跟我睡 我都一整晚一整晚 我都睡不好 他晚上还说梦话 妈的半夜突然跟我说句话 我还没听清楚 我咬这个喉咙 我又问一遍 他又说了一遍 我又没听懂 要不就梦游 妈老李也喜欢梦游 小李也喜欢梦游 吓死个人了 大半夜的 那小李上次梦游 他自己 从床 自己床上 然后还知道下来穿着拖鞋 然后走到沙发那 然后灯往沙发上面一倒睡了 也不知道他要干嘛 老李上次梦游是从床上起来 把衣柜打开 准备在里面尿尿 那是喝多了吗 那是喝多了吗 然后我的妈吓死了 我问你打开衣 我问他打开衣柜干嘛 他说我尿尿呀 我的妈赶紧把他拉走了 老李应该明天早上不会播了吧 他明天早上应该不会播 他在狗场 你今天是不是睡到中午才起来 所以你早上没播 老李 我睡到 你肯定睡到快中午才起来 打电话也是早要钱的 然后打不通 我睡到10点钟起来 拉倒了 真的 你都没想着早上要 直播还睡到10点 又开始懒了 看到没有 老李 老李都坚持不了三天 坚持不了三天 你看你明天还明天早上你还播吗 肯定不播了 我过去都挺播啊 你过去都中午了 我过去拍这小狗 你过去你都中午了 拍小狗谁看呢 妈的要睁眼睛了 睁眼睛了谁看呢 他狗多的话还能播一下 就三个 你看看小狗哥 他过去都中午了 你听他的 你信不信明天打个赌 你看他过去的开不开锅 他开是几点开的 你信不信 我把他都看死了 我已经 好不了三天 然后时间也播的差不多了 明天可能播个 就是一个小时就够了 明天我让小李把科学作业做了 就没作业了 不知道他们老师会不会临时 好奇怪 他们还休息五天 居然不知那么少的作业 太奇怪了 就英语老师布置了一点作业 科学老师布置了作业 语文数学都没有老师布置 但语文数学肯定要布置 数学他们老师他们压根就不布置作业 现在数学老师课都不上 他们数学老师好像是病了 一直都没管他们 就上了一次 他们英语老师 语文老师都是一边上课一边咳 都病了 听到没有 你不懂 他说老你不懂 打个游戏还跟人家开语音的 他跟人家开语音 人家都说他是女生 每次开语音 人家都说他是女生 欢迎日日 他今天还跟我说 他说我每次跟人家开语音 他打游戏 人家都说他是女的 心愿又是什么 谁的心愿了 谁的心愿 我的心愿是 我的心愿是下个星期能过四星日 能帮我完成心愿吗 下个星期能过四星 几年级三年级 那个三年级 那你问我心愿 那你问个毛的心愿了 你又问 你又不把我实现了 这个得要大家一起实现 不能说靠一个人 这个是真的 不能只靠一个人 得要一起努力 只要斗鱼不是那么黑 还是有希望了 一黑就玩肚子了 卧槽的 欢迎牛皮歌 哎小猪哥 你觉得我现在跟你当时勤纹染头发染那个紫色的 是不是变样了 是不是长得不一样了 啊小猪哥 跟那个时候是不是不一样了 你看照片拍出来都不一样 妈的变丑了 越变越丑了 才几年时间了 感谢日的十年级心愿灯 不用 他们是他们是开绝考 老师说了开绝考 这个心愿灯 这个心愿灯 有什么用啊 能实现什么愿望吗 许愿能实现吗 这个心愿灯 太难了 现在过心太难了 要是不难的话也不会掉下来 我看人家天天过二星 他也没掉啊 这边我有一段时间 连二星都没过 所以就掉了 掉了再上去就特别费劲 我许愿了 你妈妈做梦了你 咱们来点现实的行吗 明年我不想养柴犬了 明年我不想养柴犬了 但是现在买别的 亭种的母狗都太贵了 怎么办 没有抓紧时间买一些 还卖了几条大狗 没什么狗了 家里 许愿失败就投诉 你投到哪里去 投诉 我有多久没染头发了 我好像一年染两次 今年染的特别少 今年啥都没干 真的 我看一样 那个做头发的 我看我上次给他转账 是什么时候 上次给他转账 是我染头发的时间 看一下 11月 不是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这个是剪头发的 4月30号染呢 欢迎凉硬宝石 今年就染了一次 过年第二次 差不多 4月30号染了 5月30号 6月5号染了 6月5月3号 6月5号染了 6月5号染了 6月6号 6月5号染了 7月5号染了 12月3号 8个月了 8个月了 后面去剪了两次 我终于体会了真的 你30岁跟接近40岁 那个身体的状态 差别太大了 我记得小猪哥37岁的时候 他跟我讲 一到40岁 那个明显那个身体就往下垮 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 我现在只要出去一吹风 我就感觉自己要病了 然后回来就发烧 真是这样 我现在一出门风一吹 回来就倒 我都不敢出门了 两次都这样 出门回来就病 他还不是痒了 他不是痒了 他没痒 他就是感冒发烧了 千军万马来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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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大胆子 我去大胆子 烤着 我的手冰冰凉 一点温度都没有冰的 下面小太阳还烤着 手是冰的 好凉 反正比烟花更寂寞 现在这边温度还不冷 一点热度都没有 我要是躺床上 没有电热毯 睡一晚上都暖和不起来 对我不喜欢锻炼 我不喜欢运动 我最大的运动 就是去狗屎转 这段时间连狗屎都没去了 那不烤 我连坐都坐不下去 我坐都坐不住的 我要是没有小太阳烤的 你以为我能在这里坐这么久 我早上床了 我床上的那个电热毯 我压根就没关过 我只要在家里 我就没关过 太怕冷了 以前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 现在真的太怕冷了 没有地暖 没有这里 这个小区连暖气都没有 暖气都没有 当时租房子住的有点匆忙 说实话 看了那么 看了那么多家吧 就这一个最合适 然后住了以后吧 这里坏那里坏 烦死了 他那个厨房的那个油烟机也不管用 你看牢里就炒了几个菜 还没有做什么大菜 每次一做完地上那个油烟 都脱不干净 都是油 我还拿那个 那个威猛在地上喷 我的妈也不行 喷了再拖也不行 所以我昨天在网上买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地板清洁剂 我不知道有不有用 说可以去油窝 不知道有没有用 买来试一下 已经发货了 什么东西买新的呀 费电了 开空聊都费电了 他这个客厅里面是没有空调的 因为客厅没有窗子 他就两个房间有空调 你要一开空调 你这么大的空间得多费电了 你要光一个房间管着开着还行 小太阳 小太阳挺暖和的 这个小太阳 比狗场的那个暖和 狗场那个是用了时间久了 今年徐州这边真的还不冷 没有去年冷的 没有去年冷 我这几年哦 我记得我以前哈 我那天天做指甲 指甲每天卸了又做 卸了又做 没断过 你看我今年一年 我都没怎么做过指甲 就做过两三次 然后头发也就染了一次 然后妆也不想画 脸也不想洗 怎么人就突然就变了呢 变哪了呢 啊怎么就变了呢 脸都不想洗 能刷个牙就不错了 然后说我一天不吃东西 我牙都满了刷 前几天就是的 我都没有吃东西 东西都没有吃 每天喝点水 去命 就不想吃啊 从昨天才开始吃 每天我点外卖 我也就只跟小李点 我都没有顶我自己 就顶给他吃 他一过来把我的节奏全打乱了 全变了 这个生活呀 过得一点质量都没有了 真是 累 还是没有小还好 想干嘛干嘛 你还带着他一起玩游戏是吧 没有 我卖了 那不是犯法了吗 犯法的事情咱不能做啊 没有小孩多好 哪日你觉得呢 你的小太子出生了 你什么感受啊 他以前我没有这种感受啊 就是 就是他来配线了 我才有这种感受 以前在武汉没有这种感受 因为啥事都不用我们自己操心了 现在什么事情都得操心 他没有平板玩的时候 他能气死你啊 一天气里八百遍 有平板玩一天 我们俩相安无事 他生毛线 他有能力养吗 他生 他有能力养吗 现在养小孩又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你养个小孩 你就 是吧 像我爸妈那个年代 生多少个都没事 饿不死 有吃的就行了 现在 现在他不是帮有吃的就行了呀 那现在这个生活都没过好 他还想养一个有病 现在的生活过得那么艰难呢 还想养一个 现在他妈能帮他多少啊 以前全都他妈帮忙 晴阿姨出钱他妈全弄了 我们我们上班钱不够花 还还得他妈还得贴 现在他妈也他妈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能自己管自己了 是吧 他妈不要我们管都是 就是都自己管自己都挺好的 连接大了身体也不行了 刚才老李不是说了吗 他说坐在沙发上面妈摔了 把脸摔了 坐在沙发上面腿突然不能动了 然后就倒了 倒在地上把脸摔了 八年后的真男 上有老下有小 然后老的年纪也大了 后悔 后悔以前没存钱 非常后悔 我们没有存钱的习惯 有多少花多少 都没想着存一点 小心重了 他叔一直身体都不好的 欢迎冰西瓜 他叔叔有糖尿病 然后各这病那病 他妈也是从头到脚都是病 年纪大了以后 那慢慢的肯定都不行了 然后糖尿病 还一天三嫩酒都得喝的 还得宵夜 还一小竹哥 吃饭之前都要打那个胰岛素才能吃 也不保养啊 没 该怎么吃 该怎么呢 都是晚上不睡觉 白天睡的那种 那以前咋没想到 给自己想后路呢 是吧 没想这么多 欢迎静静静 有点喘不上来气 我晚上可以一夜不睡觉 我这几天都是 我跟个神经病的一样 就是晚上 我也没事干了 然后我就看电视剧 然后一看看一夜看到天亮了 今天我连小李学习都没管 自己上课 我都没管他 然后我就睡 五六十五就去吃 他妈他说都是六十多岁 你看身体一生的病 他妈是 脑袋里面也不 就是那个学 什么呀 上次检查的是什么东西啊 脑梗 轻微的 轻微的脑梗 然后腰也不好 心脏也不好 血压还高 腿也不行 腰不好 牙齿也不好 吃不了东西都掉完了 然后腰不好 是年轻的时候出车祸摔的 腰椎粉碎性骨折 然后其他的病都是 高血压也是遗传的 年纪大了 就是年轻就有遗传的 对 趁年轻的时候想干嘛干嘛 年纪大了都跑不动了 我以前觉得自己很年轻啊 就就今年吧 我就觉得状态太差了 以前哪会这样动不动就病了 动不动就发烧了 怎么 妈真的我 真的我来这里五年都没发过烧 怎么一下子突然就高烧了 就真的是出去风一吹就感觉自己要倒了 他出来了 他早就出来了 他在跟小李打游戏 陪小李打游戏 洗澡吗 你不是昨天晚上刚洗的时候洗得澡吗 天天洗吗 这么冷 他跟我说一滩 我家的水他说一滩 他早就出来了 一滩到底要多长时间 这么长时间 快去洗快洗 洗到水就十一点钟了 阿凯 你看他一层的肉 我用看吗 他天天跟我一起睡 我还用看吗 看这个袖子里都摸平了 我准备跟他再买一套睡衣的 我又想算了别买了 一下又小了 以前都是说我铁打的 现在这不是铁打的 若不经风了 我就想想 叫他赶快玩玩 你知道吗 我就说你忙呀 你一个人去钢枪 他就一直躲着 叫他没时间 知道吧 我说你去忙啊 我不听得了 你说游戏我听不懂 我不玩游戏 没事干了我就看见那剧 真的 一看看到天亮 他一天都是 一边看还一边哭 我真的眼皮都松弛了 我眼皮怎么松弛了 我都被人山脚眼打那时候 我懂 钢枪去打 我不懂游戏 我不会打游戏 不会玩 他当老牛 我想他 他老牛就是趴在那里 不动 知道吧 猫着是吧 我钢过眼钢不过别人啊 所以他就猫着 他钢不过别人 他就猫着呀 我想让他这一盘快点结束 知道吧 你让他冲 对 我说你去跟别人钢 你要想猫着 多猫一下时间 多玩一下 你一非要人家去钢 一钢就死了 你这么好的装备 你去冲 我打不动 他猫着他躲起来 他能躲晚一会 他一冲出一打就死了 我鼓励他知道吗 你自己刚没面子 你这么好的装备 现在都没有让他用手机 用微信了 他没有微信 他有 搞不起了 他之前用他奶奶微信 搞了两三千 他跟我搞两三千 我妈把他弄死了 不止两次加起来 不止两三千 就那一次搞了两三千 几千块也搞了 搞了半个 搞了半个多可了 还能让他加微信呢 能都没有 插香香 我是大神 真的他奶奶搞了好几千 那一次就搞了两三千 还能让他弄 他就是别骗他 要让他加微信 教他怎么充值 就是私人充的那一种 他把钱转给人家 人家说可以送什么武器 可以送 可以跟他跟什么 他觉得很花的来 他奶奶一个月退休工资 也就那么多钱 都给他奶奶搞了 小孩容易骗 不能让他再有那种 家的联系方式 容易被骗 骗的钱也要不回来 那单子列出来都一条 不止 他奶奶当时转了截图 过来都好几好多张 那种充值记录 给人家转账 天天给他打电话 躲在厕所里面打 所以现在只能 他要玩 玩那个 玩那个平板 平板上面是不能装卡的 买的那个平板 他不是经常上网课吗 然后他要玩一些游戏 在上面玩一下 但是上面是没有装卡的 买的不能装卡的那种 什么真给呀 他都被骗 骗了那么多钱了 骗了小孩 那么小的小孩 就一次就搞了两三千 所以现在只让他玩平板了 上平安上网课 你要玩游戏 你在上面 你可以下 但是上面没有任何QQ 微信都没有 装不了 装不了电话卡 你看那个箱子里面有啥话 没你拿一包我的 还有月里面 什么月 他都没有大盒的 那 拿了两个床 哇 那就熬得了 跟我吃一个朋友 可以 可以 那就熬得了 你是不是要买给我吃 你也想骗他 没有机会了 只有九十成米 没有机会了 他没有联系方式 六四八 我想都不敢想 我每一次玩游戏 我都想冲这个六四八 因为大一次冲只冲了六四八 冲了两个 我每玩一个游戏 我都想冲六四八 连着连着两次的六四八 两次呢 两次六四八 加起来就是一千 接近一千三百块钱 那单子都打出来了 他奶奶 他奶奶打出来 给我们看了 气死我了 以前冲个三十五十了 他奶奶没给我们讲 搞太大了那一次 就我接他过来之前 把他接过来之前 那是我回去了 老李回去不把他打死 老李就是怕 他控制不了自己 然后要我回去的 结果还把我给打了 真的说实话 我以前玩那个 王毅的那个 胆子真的是大呀 我玩营养师 我以前那时候还有钱的时候 我玩营养师我就想冲六四八 那你玩游戏都没冲过那么多 我都没收得冲 你玩游戏冲过六四八的没有 那个你 那个你 你冲过六四八的没有 我我问一下 我调查一下 看我直播间的哥哥们 冲过六四八的没有 有多少个人冲过六四八 因为一般游戏里面冲值最大的就是六四八 而且六四八一冲就会送很多东西 我玩DIF你说的 那个呢 哦 我放进去 明天你们干嘛呀 明天都放假了吧 哥哥们 你们是不是都休息了 明天放假了 你们明天干嘛呀 你们明天怎么安排的 小猪哥不存在放假 我知道呀 他们很多人上班的呀 日日开挖机的也不存在 不充值才好 老李他打不过他就想充值 我那个传奇已经就以为不充值被别人又踢了 最多六块 手冲 老李就打不过他就要冲 冲了 你你偷偷的冲了我知道 那冲的少 你还不跟他玩了 我都是六块八块 你还不跟他玩了 把他踢出来了 他冲的太少了 在家呆着你们都在家呆着 不过这个时候 以前像这种元旦的那种家 应该还是蛮多人出去玩的 这个时候待在家里的又多 让我就是病了 我也是一个大块 你要是累了想睡你就睡呀 我躺一天了 我不想睡了 我躺了 我下播了我可能就去看电视剧去了 还有几集就看就大街区了 我把你一个热视剧 你先我想一下 不行 我得在家里躺两天 不能出去 高厂的卫生里做了没有 DNF都是6000一充 我操有钱了 有钱 他说DNF都是6000一充 嘿嘿嘿嘿 日子还是有忙你的呀 老婆管得松估计 地位 这不是地位 自己能挣钱 你又挣不到钱 你自己能挣钱 你身上也有钱了呀 他卖个猫卖个狗 还没两下 一下就花完了 这钱真不精华 还没出过去 就在网上面花 还没出过去 还有一个月2.5 看不上我的 干嘛的 你老婆 你老婆干嘛的呀 他一侵害小伙户外003 粉质牌掉了 哥哥们卡卡粉质牌 粉质牌卡上去 粉质牌卡上去 你老婆干嘛的 欢迎黑化肥 卡个牌子呢 写带嘛 这不是一般 写带嘛 那你老婆很牛皮啊 你老婆挺牛皮的呀 这种一般不是 一般不是男的学嘛 还原磨射无敌小雅 不想担心和牵挂 泪多吧 起身说 这时间你要回 我 我 我 就是这阵子 我出去了两次 带小李出去了 外面没人 很多店面都关着 然后看到我们对面 有个卖汉堡的 他转让 关门了 转让 转让完了 我前天出去的时候 他又开门了 然后小李还问 他不是转让了吗 怎么又开门 我转不出去 他肯定也开呀 房租不要交啊 转不出去 不得开着 维持一下 现在谁会去接店面呢 是吧 没有人会接啊 6000也不是总冲 一年一回也牛皮啊 我操嘞 给我6000块钱 干点啥不好 去冲游戏 6000 我一直都记得 老李给人家打赏 游戏主播打赏 一下子打赏了 两个大宝剑 1000多 600块一个 好像是 两个1200 那次是我刚下班回来 我刚下班回来 然后我又听到 直播间的那个主播 喊他的名字 他叫37点鸽子 然后就感谢他 当时我不知道 那个大宝剑是多少钱 他跟我说600一个 我操嘞 他天天在家里躺 他天天在家里躺着看直播 天天25小时高强度看直播 他不挣钱 他还给人家刷一刷刷1200 我操他大爷了 以前我不是个ID 以前我是叫什么ID 我忘了 就是人家感谢的鸽子 我还记得清天楚楚 我刚回家 我 我是看斗鱼 那个大宝剑不是斗鱼 下班回家了 不是 下班回家了 不是在看直播 就是躺着睡觉 妈的批分不正的 你还在那里消费 我一开始看的是战旗 你知道吗 战旗TV 反正是打游戏的 后来又说自己去要做游戏 找我要了两万 两万块钱 要做游戏 几个人 四个人合伙 一人出 一人出多少 两万 两万三万 反正好 我记得好像是两万 结果游戏还没有 还没有开始就结束 四个人 一共出了八万块钱 都不想去管 八万还是九万 就吃了一个这么大的 这么 这么大的甲鱼 八万块钱 那个代理 那个服务 好像开 那个服务器好像是两万块钱 一年 服务器还没用 因为服务还没开 还没用 他们几个谁也不想管 打水飘了去 不是谁也不想管 然后后来人家给他们寄了一只 大乌龟 甲鱼 大乌龟 就是大乌龟 你两万块钱都没用 搞个一年的代理都还没开 你还到过年的时候寄了一个大乌龟过来 谁吃啊 他们吃了 我没吃 他想法一天天的 想法挺多的 没有一个他们能好好完成的 就找人家做 就是传奇吧 神徒 神徒 就跟传奇差不多的 他们四个人 其他几个人都上这班 都走 我最回头来都走 其他几个人都上班 就离不上班了 然后几个都因为都结了婚有老婆 然后还把我们几个都喊出来一起吃个饭 然后给我们做工作 然后给他们投了钱 结果就这样打水飘了 还没开服就完了 因为你做那个游戏你要不停的修改 人家问你你啥的你得要不停的修改 还没最后还没修改完成就散火了 都不想搞 但是当人家说了你没开服 他是从你开服的那个代理哈 那个服务器 是从你代理开始开服开始算算钱 算时间 开个毛线服 12月4号又跟他们 他们几个又在说我们开个服啊 能爱着他 谁他们会同意 他们几个老婆都不会同意 上了一回当 然后我说又吃甲鱼 还稳赚不赔 你妈老把你滚一圆去滚一圆去 我现在有那钱我买几个狗不好 我去给你搞游戏 你妈只要狗带就有钱 我去买几个狗不香 他说开个神图现在好难菜 稳赚不赔 我说你怎么突然触动了 他说可以赚钱啊 我说我们当时那个两万是不是还能用 他说肯定不行啊 我说就吃了个大甲鱼 他说再搞啊 我说版本就要重新做 哪有时间 他说现成的版本不需要做 要开什么版本直接套 一条龙 你让他们自己去搞 他们都吃了一回亏 谁吃的妈上第二回当 还去搞又几个人合伙 还有小猪哥 你们今天都吃了辣辣粥没有吧 我们家就我一个人吃 所以没有搞 哥听了好吵 太吵了 听舒缓一点的哥 我现在听吵一点的哥 我妈心脏受不了了感觉 你刚才把灯关了呀 还你说嘛 哥哥们你们粉丝牌掉了 自觉一点卡上去 去上 我都看不到谁粉丝牌掉了 看上粉丝牌 我能看到我就一个一个点名了 看不到 我脑里一直没弄 但是阿龙跟他说 让他试一下那个方法都没用 别人直播间都可以看到 就我这个贵宾席有毛病 2万的对呀 因为那个服务器 是2万块一年 他们没用 还没开服 年底的时候人家给他们寄了一条大甲鱼 那不是2万的甲鱼吗 不是年底是中秋的时候 年底 那甲鱼不是价值2万吗 2万人等于说给人家 那个服务器是2万 没用 他们服没开 还有要搞12月4号发的信息呢 都没给我看 给我看了也白搭 我也没钱 我有那钱 我有那点钱 我有那个钱 我现在 搞狗去了 你像理想那样搞那种场地都不现实 就是他妈展览的 根本就不适合养狗 就看着好看 他那个场地哪适合养狗了 他那个场地就是 就是你一眼看上去 觉得这个场地好好 其实下根都不适合养狗 要放几条狗在里面 展览一下还是可以的 做威生也不好 你长期养 你肯定不会 我说的只能展览呢 那天我碰到养养了 我说 理想他住那个地方又养狗 他说我看着那个地方 夏天热死 冬天热死 你要是给真正人家养狗的看 那场地都不行 你只能就是个花瓶 就是个花瓶 只能看一看 地上全是水泥地 又不能跑 养狗根本就不适合地上全面水泥地的 以前我们那个狗场三条跑道 一个品种 一个跑道 你白天把那些狗放出来 在跑道里面玩 跑道里面跑 狗像大狗的话 还是得要经常放出来 每天放出来跑一跑 知道吧 有一定的运动量 你在里面时间久了以后 那狗身上全部皮肤病 那个水泥地上 全部皮肤病 哇 以前那个阴流 那皮肤病得的都 那狗场都不能用了 你知道吧 多少年那狗场都不能用 只能干别的 又他妈细小 他们从外面放狗回来 全细小 把狗场里面搞得乌烟瘴 然后跑道里面也都是皮肤病 合伙的事情不能搞 要搞什么 自己有能力就去搞 没有能力 就些猫子 不要合伙 真不能搞 三年去年 一合伙 就是想着你推我 我推你 都不想管 三年去年 去年的时候还说 投资我们那个 我跟你说 你别说 你别说找靠谱的人都一样 都一样 你们如果说做生意 能自己搞就自己搞 自己搞不了就别搞 不要合伙 多靠谱都不行 最后 以前 以前 我婆婆很早就跟我说 说过 不要做合伙的生意 他以前那个时候 老李还小时候 上小学的时候 他妈就跟你们合伙 当时搞那个大排档 一晚上很赚钱的 当时那个大排档 锅仔 大排档 一晚上就是 都能赚一万多块钱 就很赚钱 那个时候 小李还上小学 老李上小学 老李上小学 多赚钱了 很好的朋友一起合伙的 然后也赚钱 最后老的朋友都没法做 做生意就是这样的 你一牵扯到经济利益 最后 多好的朋友 最后都成仇人了 对 你自己家的人合伙做生意都难得搞 你要知道我为什么那么讨厌我妈那边的人 都是一副奸商的嘴脸 知道吧 就自己家的亲戚 都是有血亲关系 或者自己的亲哥哥亲妹妹的 那竞争都大得很 还合伙 合毛线 表面上 表面上面跟你笑脸相迎 背后你妈巴不得你死 这是巴不得你死 真的自己家里人都自然 你就更别常合伙 或者是你觉得当时老魏 他当时从医院开着 他那两个朋友从小玩到大的 相当于是发小 他做很好的朋友 我让他不要合伙 他不听后悔了 之前我们还住狗场的时候 在我家里聊天聊了很久 在那哭的呀稀里哗啦的 因为他是属于是大股东 他那两个朋友加起来 才投了八万块钱 一人四万 他投了一二十万 然后他是不懂的 那个装修方面 他是没有技术的 他的两个朋友懂 最后还是落掰了 各种原因 各种原因落掰 当时跟我说 哎呀妈 都是不知道多好的朋友 怎么怎么的 兴致淡淡的说 最后呢后悔了 难难 不管是赚钱还是不赚钱 都会有纠纷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老外干宠物医院他也可以 他外面很多帐没收回来 你像那种宠物医院 你就不能收账 陷阱 你一欠你到最后你要账就难了 跑了几百公里去要个账 最后一分钱没要回来 一肚子气哦的 到他从医院关门的时候 拿出来一摞子账单 我都都都傻呀 他都都是别人欠我的钱 啊 之前那个博美就是人家放在那里 治病还是干嘛的 还是洗澡我给忘了 后来人家不要了 在他那里寄养了多久啊 都没去拿 最后人家不要了 让我帮他卖 帮他卖了 骂的头一天晚上收人家帝金 第二天早上那个狗死了 七个月的博美 我也不知道他咋死的那么大的狗了 七个月了 晚上我收人家帝金 我还想着 卖了钱给老贵 是吧 咱们一起吃顿饭 反正 也是人家丢在那里不要的 他是养了一段时间 结果他妈第二天早上突然就死了 早上醒来去狗房一看 死了 然后我还给 因为 因为我卖的不贵 帮他带卖的 他说能卖月醒了 我就没卖很贵 又是七个月的 然后我还给人家拍视频 因为我怕人家闲 就是怕我说人家谁的谁出了价高 卖给别人了 知道吧 我说狗是真的死了 因为老李没上狗事 我上狗事了 在狗事碰到那个人了 然后老李起来就跟我说了个事情 我就跟人家说了 我说真死了 不是说别人出了价高 我卖给别人了 就这么奇怪 妈的七个月的狗 你不知道他那个宠物医院关门的时候 妈的一摞子欠账 我是知道他自己开车 跑到的是哪个城市 跑了 跑了几百公里 跑了空跑了一趟 一毛钱没要回来 他从医院就真的不能设上献结 你有那狗啊猫子进院之前 孕妇 是吧 因为有很多人他后来结医药费贵了 他就不要了 你孕妇多收一点 他就总是在因为有的人 人家经常来熟了 你看我们跟拖音部 我们从来运费 我们从来都是现结的 从来没拖过 他们有的觉得跟拖音部熟了 就是隔多长时间 几个月后的多长时间结一次上 那一结都是要命了 因为钱你花了 你再到时候再把运费一结 那一结就很多钱了 妈的当时肉都是疼 还不如发一个结一个 我都是发一个结一个 那客户把钱转给我了 我们马上转给拖音部发走 这么多年了 我在那个通音部发护发这么多年 我都是现结 没有欠过他账 老味就这样的呀 性格跟我们有点像 做生意不行 然后他那个家居场 他投钱投的最多 然后他就去里面上班 他还花了花钱去学习了 去学个什么设计还是什么 那真的那次在我家来说的 哭得稀里哗啦的 我说当时我就提醒你了 你是什么都不懂的 你那两个朋友是他是很懂这一行的 他是没钱 拉里入股 然后你还当了最大的股东 你钱不够 是吧 你还得再往里面投 你不是说投一次就完了 你到后面坐起来了 你到后面坐 你还得再往里面投 我们就是很好说话了是吧 人家说啥差不多就行了 我们就很好说话 他两个发酵 因为我见过这种事情见到太多了 我妈那边 我妈那边都是做生意的 从九几年我就看他们做生意 看到大 我知道都是一副什么嘴脸 我妈 我妈 我妈他们那边 聚会 他们那边 我妈那边家族很大 基本上全在这家那边定居了 因为九几年他们就过去做生意 那亲戚 太多了 笑脸相遇 平常说话都客客气息的 你不能谈到生意 你一谈到生意 那就变了 那就没法坐在一起了 就聚会的时候 你不能谈生意 到现在这么多年了 他老魏从医院都没干多几年了 那账都没收回来 收不回 你那个钱已经出去了 你很难收回来 就是包括他 他朋友拉他入股的那个家具厂 账面上面赚钱了 可是他没有钱 他老魏难到什么程度 他找我借了五千块钱 我想我那个时候也没多少钱 但是我五千块钱 我还是能拿出来的 我就借给他了 他跟我说用一个月 让他缓一下 因为他他从医院关门了以后 去到那个去到那个家具厂 他去上班 他虽然是大股东啊 但是你是这样的 一般去上班 你就得开工资对不对 就是自己的厂子也是一样的 你三个人合伙的 你去上班了 你每个月是不是要拿工资 到年底再有多的钱 你再分红 是不是应该这样 要不然你怎么维持每个月的开销 每个月你自己家庭的生活呀 他去上的就是有一两年了吧 一毛钱都没拿 他每个月没有工资 我说你去那里白上的 我说到底赚钱都没有 他说账面上面赚钱了 他说就是没有钱 就是等于说外面的账还是多的 账面上面有钱 身上没钱 账面上面盈利了 我从小看他们那种做生意的太 我妈那个时候还拉着我跟她一起做生意 我都没去的 我说我要去上班 给我上班上了气 因为我不喜欢那种样的 就是跟人家当面说话很好 转脸就变脸了 我记得我考大学的时候 刚好 刚好完了以后 加些钱亏完了 一毛钱都没有了 亏完了 找清一戒 没有人戒 他们都有钱 我妈跟我那些外公应该是 是我外公的兄弟知道吧 我外公是个文人 他那个年代 他是上过大学的 他是文人 他不做生意的 但是他那几个兄弟都是做生意的 然后九几年的时候 应该那个时候还没有我弟弟 我弟92年出生的 应该还没有我弟弟 他们90年 应该 我记得是90年 然后过去做 那个时候钱特别好挣 然后我妈 我爸是跟着我那个外公的兄弟一起过去 是最早过去的一批 那个时候最早过去的都挣钱了 后来我家里 我妈他们为什么没钱 因为我妈病了 然后我爸到处带他看病 就是查病因 不知道是什么病 然后全国各地到处跑 然后五年都没做生意 把积蓄也都花光了 你再过去做 你跟不上他们 跟不上他们的步伐了 他们都开公司了 已经脱轨了 那到后面再难做 再做就很难做起来 现在可能做好了 上次不是 给我发信息了吗 但做好了我也不会要他们一分成 在那边买房子了 在那边买房子了 这歌怎么都那么吵 没有安静你的歌 包括我跟老李做生意把他做不好 自己家的门面 都还亏钱都赚不到钱 做啥 那小李过来家里都贴了不少钱了 马上还得找他妈要钱 因为小李的那个事情得办 年前得要去找一下人家 年前得要办 因为在过年之前 要去跟人家见个面吃个饭 要跟他办一下 要不然倒得很麻烦 不止 不止 亏三万都不叫亏了 老李还要租那一年一万盘人场地 养租的进去为什么难得打扫 还那么贵 还这个地方不能用 那个地方不能用 要租我就是看中那一块草坪 他那个草坪还不让用 我猪毛现在哪那么贵 没钱 没钱 不做合伙的生意 我才说了 很麻烦 到时候做着做着就连朋友都没有了 就像现在营养子一样 知道吧 当时没想清楚 你要自己的钱 亏了赚了都是自己的 那更不行 那更不行 他那个地方啥玩意 跟猪窝一样 他就是养猪的 乱七八糟里面都不好弄 虽然说养狗不需要多漂亮地方 你至少要干净一点 对吧 猪为什么难弄 还有那块草坪还不能用 它是农业种植的 他不 我就看中那块草坪了 那草坪不乱用的话 那个地方就贵了 真的要不是狗是搬到那里去了 他那个地方哪能做到那些钱呢 我们现在做养狗地方 我们要求也不用那么高 因为不在那里住人 顶多搁一张床 不是说天天不是说在那里居住生活 以前是想着在那里住 小李这个事情还得花钱 没 虽然学生上了 但是还没搞搞那个 我前几天还跟老李说了 我说 年前赶紧要把这个事情落实一下 你等到 你等到再开学 然后一晃一个学习又过去了 来不及了 那我也不能白拿你的呀 对吧 你既然入股了赚了钱 就是制服 就是你入股了 你赚了钱 就得封红 亏了大家一直承担 是这样的吗 但是真的 真的就是 你做那种合伙的生意吧 你不管是赚还是亏 都到处都会有矛盾 我当时跟老魏怎么说的吧 我说你那两个朋友是非常懂行的 他们是懂这一方面 有技术的 你是都没入这一行 你都不懂的 你还投的最多 到时候他们在里面 是吧 赚了也说亏了 你也看不懂 他说不会的 从小玩到大的发小 关系好得很 当时说的话 说的多那个呀 最后呢 哭得跟个泪人一样 想再抽身就很难了 因为人家也不会让他抽 他头前头的多一抽 那场子就倒了 你现在要狗我也给你啊 你要谁 你要那个黑的吧 你现在要狗我也能给你啊 要条狗算啥呢 他不会 他不是 他他是开的家具厂呀 是他那两个朋友 拉他入股的呀 他两个朋友没钱 他当时有钱身上 一投 当时没投那么多钱吗 是慢慢的投进去的 你不够你就得往里面砸呀 你想一下他不那么难 他能找我借钱 我都没钱 他不是真的难了 他找我借钱 你要其他人我都不会借的 因为现在借出去的钱太难要回来了 我都不会借的 他是他是结婚之前住的骨牙 他单身呢 当时没结婚呢 他要一现在要养三个小孩呢 本来就一个这一结婚带脸 压力不是一下大了吗 我就说他在那个里去上班 他要花钱去学了设计 那么他就应该拿工资 你三个人都去上班了 那你三个人 你应该从账面上面 每个月都要花工资 年底 年底那个啥呢 年底赚钱了 你们再封红就是封红 对吧 没赚钱另外一说 你要维持生活呀 你没有工资哪里一年两年的 这样怎么支持的住啊 那个女的带了一个女儿 他自己有一个女儿 跟他前妻的 然后那个女的带了一个女儿 然后是怀了孕才结婚的 那个女的 这不一下就三个了吗 要不是那个女的怀孕了应该结不了婚 应该结不了婚 他他也跟我们讲了 不是因为怀孕了应该结不了 然后估计又是个儿子 你看我们跟老温那么熟 我们带带狗去看病 我马上看完了 我都是马上跟他结的 都从来不拖欠的 越是好朋友 越是应该这个样子 你就不应该欠人家的钱 你看病是看病 朋友归朋友 是吧 该收的钱还是得收 你不 毕竟你是干这个生意的 你不是做慈善的 自己的老本行 不说不干就不干了 他受益都十几年了 受益都十几年了 老本行说不干 说丢就丢了 跑去那里去搞个新的东西 从来都没接触过的 对啊 所以我带狗去住院去看病 去打针 我从来都是献给钱 马上就结 你都是那么好的朋友了 你带个狗去看病 你不给 你也不好意思找你药 那你要人家怎么办呢 你还要不要做朋友了 他要不是做这个生意 他帮我看看你就看了 人家就做这个生意的 开开门做生意的 他那里老是有人设账 所以他外面很多欠账 都没收回来 你还哪个从医院 人家里有设账的呀 都是先预付 住院的先预付 拿给你设账 你这个样子 你才能维系 长时间的朋友关系啊 对啊 不然就乱了 你的关系好 你签 你签人家钱 人家也不好找你要 也不好说 你怎么弄啊 自己自觉点呢 对吧 自己自点觉 换你晴通连声线 那在那里干了应该得有两年了 一毛钱工资都没拿 他怎么生活呀 脑底都要花干净了 还得还房贷 他前年的时候不是卖 那个时候猪肉行情好吗 卖了十几头猪 买了 付了首付 每个月不得还房贷了 年轻的可能不懂这些 你经历的事情多了以后 这些事情就是 就是靠自己自觉呀 你看表面上面不会说啥 背地里里肯定都会有想法的呀 我看我朋友圈都是发个奥巴马 然后说要年底了 今年都要过去了 有千账的不管大钱小钱 自己自觉的结了 现在你只要就是 你只要贴出去的钱很难收回来 你找人家要人家说没钱 你能咋的 你能怎么办 欢迎小肥牛哥哥 到年底的都没钱 我们这年底小李这个事情 还得找他妈要钱 到开过完年都是事都得办 这样自己家人稍微还能帮衬一点 你帮衬不了多少吧 小李没过来的时候 我们真的什么都没管呢 没管过 这几年 没有我现在都没有钱借了 有人找我借我也没钱借 我自己过生活都难我还借 当时老魏找我借的时候 是因为我身上 他找我借五千 我身上又有 然后又那么好的关系了 人家来应个急是吧 他不是真的那么难呢 他不会找我张这个嘴 因为他知道我也没什么钱 人家都找你张嘴了 那真的是有困难了 我外在 我操你怎么借出去那么多呀 能要的回来吗 还 还上山入水 能要回来吗 现在要账太难了 你找人家要人家没钱怎么办 能要那不年底把账清一清呢 牛皮啊 你有八个借出去牛皮啊 你睡了一觉了吗 你睡了一觉了吗 慧哥 我白天睡多了 我昨天 我昨天 吃饭 吃完饭洗碗 然后早是做饭之前就洗了 洗了头洗了澡 七点多搞完了 我都困得不行了 我睡了一觉 睡到九点半不是被小李喊醒了吗 他在外面玩 我睡着了 很像老游泳那样子 当时找我姐 我肯定会借的 我只找有啊 肯定会借的 因为他不是真 因为我了解他 他不是真的男的 他不会跟我张这个嘴 你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给你张个嘴 你还不记 也说不过句 你说为什么真没有 是吧 你有 又不是说 不是说你拿不出来的那一种 还过了一个月他黄了 还说这一个月过了一个月他黄了 谁还没有人的时候 就是 还是不要轻一点 就看 是什么关系吧 有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你很好的关系 把戒了 急用的时候吧 你找了药他就没有 他也不还 然后最后呢 朋友也没有了 我看这种事情看的也多 经历的也经历的多 经历的也经历的多 我能过去吗 真正的朋友没几个了 真的 真正能 出了上朋友的没几个 很多就都是酒肉朋友 那有钱的时候 人家跟你玩一玩 一起出去吃吃喝喝玩玩 没钱的时候 吊都不吊你了 你谁呀 你狗巴谁呀 那我也那一次干了 我让他重新开 他一直都说开开开 开了这么久也没开 他现在又回去 又回去上班去 我就说你不要管里面的事情 赚了钱你年底等着风红 你又不懂你在里面擦什么呢 你当时你是把人家 你两个朋友跟你说没钱 拉你的入股 你自己也愿意呀 你自己也愿意出最多 他当时有钱 家里几百年头猪 但是 他睡着了没有 你也睡着了 你也睡着了 我都不困了 我都不困了 明天他要休息 我都不困了 我也不用早起 又不用那个 他饿了自己拿点东西吃 我做的他也不爱吃 你这么说到老师那天不是吃两个 但是因为我这么久了都没做过饭 家里都没开火 你让我做个两天你看他还吃 我早上都要早起他上网课 他都要上网课 但是这段时间上网课 我没想以前盯那么紧 我不想管了 太累了 我管他去了 他爱上去上 爱听就听 我懒得管了 但是我睡了很多还是觉得累啊 还是困了 又感觉自己整个人都没有精神了 还是得要干活 干起活来才有精神 天天待在家的一点精神都没有 然后身体还越来越差 要动起来才行 就是说 我说了晚上不是说了吗 欢迎陈世章 晚上不是说了吗 我现在只要外面风大 我一出去外面一冷风一大 我一出去风一吹 我就倒了 年纪大了 真是年纪大 37岁了 你敢想 但是今年感觉身体明显虚了 之前我还没感觉到 我还有 我觉得我还年轻得很 刚刚20出头 37了 很多地方应该说38了是吧 说虚岁是吧 别说虚岁了 说虚岁我都40 小猪哥都40多岁 小猪哥比我大3岁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37岁 我认识小猪哥的时候 小猪哥37岁 但是很明显了 我之前身体很好的 家里人都说我身体是铁打的 从来不生病 身体好得不得了 穿的也少 现在一冷 我的妈呀 我那天出去啊 里面穿了厚的球衣 然后穿了高领毛衣 外面套个后外套 下面那个秋裤穿了 一套的嘛 秋裤穿了 然后外面还穿个很厚的加龙的裤子 那个腿都穿成大象腿了 不管了 先暖和再说 欢迎我就任性 感谢送的荧光棒 跟以前状态都不一样了 以前家里人逼着穿都不会穿的 都在偷着脱掉 你说人家痒了 他是痒了 我他妈没痒 我就是他妈病了 发烧了 然后一病 上次一病躺了两三天 这次也是的 高烧了两天 高烧两天烧退了 人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都缓不过来 这还气色不错啊 脸都没斜 天天在家里 开了美颜 不开美颜 一点血色都没有 老李刚才吃饭的时候 还说我呢 一点血 一点血气都没有 脸上 聊天了 明天大家都休息了 这一年没啥事 老李今天白天没有播 就是感染了吗 我就是去了一趟狗市 然后第二天去了狗场 从狗场回来 我那个时候就应该发烧了 就应该是发烧了 然后我还 我当时啊 从狗场回来的时候 我就感觉特别冷了 我感觉我浑身就是冷的不行了 都人都冷死的那种 然后那是我第一次把家里空调打开了 然后老李说把空调打开 我说你赶紧开 然后我把浴霸 厕所的浴霸的灯一开 然后我还洗了个头发 洗了个澡 然后第二天早上 老李就去狗场了 就我跟帅哥在家 然后一天都没起来 就发烧了 那一天烧到39度多 发了一天烧 没人管我 然后我也不知道自己发烧了 因为我摸自己不烫 因为我整个人都是烫的 知道吧 所以我用手摸我自己的头 他压根就不烫 然后我发信息 要让你快点回来 快点回来 他一直都不快点回来 一直莫及到晚上 给我带了个温度计 一凉39度4 冷啊 我去狗场那天很冷 然后我还在那里产冰 外面那个三个绿笼子 老李没做卫生 然后那天温度很低很冷 我要换的那个红 红的那个衣服不是薄吗 因为我穿着那个长袄不好做事 我要换那个红的那个短的 你们不是看到了吗 就那天我坐在狗场 后来不是进屋了吗 在外面风又大 我惨冰都惨了半天 哎呦还身上痠 我发烧呀 发烧我浑身都是疼的呀 我 我是最疼了哈 其实我当时整个 整个从背到腿都是疼的 但是最突出的都就是腰和屁股 我屁股是贼疼贼疼的那种 我疼哭了 我那天烧烧烧在家里 我没人管呢 虽然我肯定是管不了他的 床都起不来 然后就在床上哼急哼急哼急 然后最后我就放声痛哭了 因为我喊着他让他早点回来 他一直不过来 一直不过来 那就煮个狗是喂个狗 你早点煮早点喂完了 过来不行吗 我都不舒服了 家里又没有温度计 又没有吃药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我发烧了 因为我这么多年我都没发过烧 我都不知道自己发烧了 我谁知道我烧的那么高了 我后来第四天的时候我发了两天烧 然后第四天的时候 测一条缸啊它没痒啊 然后吃没有退烧药吃了港康 退不下来只能退到38度多 后来是第二天又吃了港康 然后冰敷 我那个港康不是一天只能吃两颗吗 我是晚上吃的 到半夜我又吃了 我疼得受不了 我整个人 最疼的就是屁股 他们说怎么会屁股疼呢 我就是屁股特别特别疼 然后其他腰背疼都已经忽略掉了 那都不是疼的 那屁股疼的受不了 然后帅哥问我帅哥在家里吓死了 因为我放声痛哭 你知道吗 我之前都是哼紧哼紧 就是 就这样 哼最有效 就哼 疼得受不了了 你只能哼呀 我什么都一天了 我躺床一天都没人管我 我药也没吃 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我烧退了我就好了 就是最近感觉自己身体很虚弱 烧退了以后总感觉没缓过进来 又身体很虚不敢吹风 通宵 通宵吗 通宵过五星通宵 过四星通宵说错了 不用过五星 过四星通宵可以吗 不到明天早上 可以吗 刘培哥 大家可以一起凑一凑 哈哈 我一直吹着他快点过来 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我就难受啊 就不舒服 就从狗场回来 我们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很冷啊 然后冲那个热水澡 冲那个热水澡 我感觉就是 那个热水一浇 我感觉身上慢慢的有温度的 你知道吗 暖和了 然后冲完了 我当时是干嘛了 好冷 那天真的很冷 去狗场那天 冷的我不行 然后还坐在外面那个炉子那里吹了半天风 没想起来进屋 播了一天 那天好像播了一天 坐在那里聊天 到下午没人 我还是播了一天 我下午播的时候好像都没有什么人 我还在那里播一天 然后晚上应该就已经开始烧了 然后我还让帅帅摸了一下 我说你摸一下我烧不烧 他一摸说好烫 我自己摸都不烫 因为我整个人都是烫的呀摸不出来了 狗场有温度计 这边没有 狗场有两个一个一个是给狗用的一个是人用的 一个是人用的 那我我我用那个抗原测到它又是阴的呀 我上次去狗场风吹了 我躺了两天就是那是感冒 躺了两天就好了 但是没发烧 实在不行你去做核酸吧 我现在做核酸 那麽这现在都多久了 我现在还去做核酸干嘛呀 我我我我一直感觉我应该不是羊的 我应该是冻的 冻的发烧了 但是很奇怪我这么我来配线我就没烧过 没有发烧过 那正好赶到这个时间 我都不知道发烧是什么什么感觉了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自己发那么高的烧 我妈他再不回来我人都要死了 那天我一直吹他疼了疼了一天疼了受不了 那个屁股是真的那种感觉说不出来 那屁股是贼疼啊 他们都说为什么会屁股疼 我哪知道他为啥会屁股疼呢 我只知道发烧了他会腰酸被疼 那个腰酸被疼都已经被忽略掉了 那个疼都已经被忽略掉了 那知道我当后来吃了港汤降到38度多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感觉舒服很多 那完全不一样跟你烧到39度多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你38度多虽然你还在烧 那整个人轻松了很多 后来晚上我也是因为屁股疼的受不了 那个时间还没到 其实应该不能吃药的 我又把港汤吃了一颗 因为睡不着觉啊 睡不了觉 不通宵呀 你不通宵呀 我感觉我脖子都僵硬了 你不通宵是吧 牛皮哥你是经常晚上通宵是吧 晚上不睡是吧 明天不休息了呀 元旦都不休息呀 上班你早点去睡吧 成年没有元旦 那你刚才怎么说通宵呢 我播通宵也没人了 等一下 没有人啥不玩 你今天晚上为什么不睡觉 睡吧 快给你睡吧 擦值班就为啥不睡 你以为掉了一只鸡 下班了一只鸡 他起来再说鸡 万一错过了 那不再害怕 你试试 睡不着了 我今天接近人睡了一天 一天没有管车 他爽了一批 就跟他把作业检查了 教了 上课没盯着 下午 下午他就上了一节课 然后 我又睡了 一天到晚老想睡觉 也不知道为啥 老想睡 昨天下午 卖猫卖狗 折腾了一下午 我都感觉好累啊 但人家基本上都很快 过来看都不看 直接给钱拿狗走 历说得很 狗也没看吗 没看 他让我给他送下去 我还把那个新衣服带了 不是还有一件新的吗 我还给他带了一件新衣服 我说要不然你给他换上 把这个衣服都脏了 他都不换了 然后把狗往笼子里面一丢 然后钱给我他就走了 快了很 然后狗他都没看 拿下前面那个女的磨磨叽叽的 看着看那 看了又嫌贵了 然后那个买猫的女的又一直在跟我去 他说 他说人家送了他一只男猫 然后他说要么就都没有 一来就都来 你还送他男猫还可以呢 你看到朋友圈没 还胖胖的 两个多月 他现在养两只猫 那男猫你看到吗 胆子多大吧 把那个布偶逼到那个角落里面都不敢出来 他妈怂得很 他真的 然后那个那个男猫已经 已经走开了 他才探出来一点头 那后面的没 那时间可能太长了 知道吧 后面没录进去 那个那个布偶才敢探出来 瞄了还一眼 瞄了那个猫走都没有 他真他妈怂 你看一直流鼻涕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这都这么久了 一直流鼻涕 有时候还会堵 睡觉 起来会好 睡觉躺下去的时候 有时候还会堵 老李 我今天已经给你把时间播够了 你明天都可以不用播了 我今天给他把这个月的时间播够了 不够了 明天也要播一天 过个三星是吧 今天播够了 我一看他早上没播 我就猜到他肯定是妈睡晚了起来了 要不然他还有什么事情 把这英文干够 把英文干够了 还有一些全群的蜜蜜粉 还有一些全群的蜜蜜粉 其实很多哥哥晚上都不睡觉的 越晚越有些哥哥他不睡觉 大部分都是 哎呦 哎呦 好冷 我哥一关好安静了 安静了有点夏儿 我哥一关好安静了 你看 你看 你看刘比哥你还说播通宵 现在都没几个人了 都没人了 欢迎起起于安安家吃不难了 哎 你等一下我下播了你把这个手机弄一下呗 把这个贵宾心弄一下呗 你现在怎么做呗 你连下了都没有 阿龙都睡了 他上次不是发过来一个东西吗 你可以直接弄啊 不能弄 怎么不能弄 怎么不能弄 笑的啊 现在都没什么人 我这贵宾心我看不到你知道吗 太影响我直播了 你哦等一下我下播你把卡换回来 把以前的卡换回来 我不用那一张我用另外一张 我总想找个理由 回到相遇的前头 就当我们从来不曾分手 其实我还不喜欢白天播呢 我喜欢晚上播 再见你的时候 你以前别人的手 旁边还跟着个小朋友 上夜班其实很累的 偶尔上一下还好 经常上夜班就是很累 我好像刚憋那一会儿 刚憋那一会儿 上午夜感到很累 我曾以为我可以 忘掉你给的所有 可是我总会莫名的泪流 要知道这么难受 我绝不会让你走 已经泪湿了无数的枕头 我今天直播是亏的老脸 是吧 我现在都不谈亏传了真的 开播聊聊天都不谈亏传了 我自己都充了120 过了个三星 自己充了120 就只想维持一下 只想维持一下 然后我看雷哥他们 雷哥跟日他们点了很多都没出 可能前几天出货太容易了 真的单点就出三点四摸 单点就出三点四摸 我都够了 然后今天就变黑了 我总想找个理由 回到相遇的前头 就当我们从来不曾分手 你去睡啊 我在坐一下 你去睡啊 你去睡啊 你等我干嘛 我晚上不睡呢 我感觉脖子好硬呢 我前两天喝奶茶都要喝吐了 今天觉得奶茶好好喝 停了两天没喝 嗯 这两天开始吃饭了 前一个礼拜都没怎么吃饭 每天就喝一杯奶茶 虚密 填尔 3 3 如果耐心感觉 感情就有趣 如果可以赶紧 那会觉得难 难得目光等对 却未看清水 没法继续沉醉 制造自居 期待着装具 我明天干嘛呀老李 你这是学武学干嘛 我明天过去动不了 我明天过去得躺平 动不了 明天后天过来应该就好了 哪个哪个鸡人睡啊 还是睡了挂机了 就牛皮哥没睡估计 都睡了 就是你没睡了 对啊 就你一个人没睡 其他人都挂机了 都睡了 在冠冰写的几个人就你了 都睡掉了 你看啊 三天都养了十几天了 他养了以后他身体特别差 然后每天晚上很早就睡觉了 熬不住 一熬第二天就废了 你还没睡啊 我以为你挂机睡觉了 你明天上班吗 还是休息啊 那个 我只要不正常吃喝 我的生活节奏就乱了 一天一天一天都不想吃东西 我不接不会休息 我不想睡 我没有什么事情 想睡就去睡呗 早点休息 我第二天没 我白天没什么事 我也不用喂了 哎 你明天过去的时候 你把那个厚电子带过去 给狗用 那电子还蛮大的 然后把那个笼子弄一下 你还是开车 每天开车过来别骑车了 等下弄病了 等下又摔了 不是没事有事 你跟我马上过年了 你跟我放安身一点 别骑车了 你一号直掰 那明天休息啊 明天三十一号 想睡就是睡觉 我再坐会 呀十二点都过了 又要过新了呀 这一天一天的也太快了 这今天过的还没缓过气来呢 到底 十二点二十了 才发现你已经十二点多了 有了 还有这三点 可我找不到你 我好想你 我没有办法 我可以 是总是对方 我一颗希望 再做一下我就下了 你打我起来吧 你要这个点一根了 我点好几根了 你点了没有啊 我一直在点 陪我点一根了 感谢一块钱哥哥的荧光棒 这一键打卡了还是人来了呀 刚刚扔 我也刚刚扔了 接着点了没事 点点更健康 我今天已经点了一包了白天 而且我还大部分时间在睡觉 白天 我点了一包了 这一键打卡的 刚刚好了那么一点 你不是没羊吗 你羊了吗 你羊了 你羊了 没事 我当时发高烧的时候 发高烧的时候 我都点 只是点的没那么勤 我当时高烧的时候 我都点了 我疼成那个样了 脑里还一个进来问 为什么会屁股疼呢 那我哪知道他为什么会屁股疼呢 我连自己发烧了我都不知道 我哪知道他会屁股疼呢 后来我刷某音好像就是像哥哥们说的 就是我身上的湿气很重 它的湿气全部朝下走了 所以就会屁股疼 而且大腿根部都是疼的 如果要是当时知道发烧了 有药吃的 我吃一颗应该也会马上退下来 我烧了一天一晚上 我估计都没吃药 我头我都不疼 我就屁股疼的受不了 我晚上睡不着觉 要不然我把药抱着吃 我头都不疼 我应该不是羊了 我应该是那天太冷太冷了 然后我搞感冒了 吹风了 因为我测了两次 我都没测出来 都是一条杠 我是全身都疼的 屁股尤为突出 屁股的那个疼太突出了 把其他地方都忽略掉了 就感觉其他地方都还好 其实全身都是疼的 就头部疼 奇怪 我那么不喜欢听周杰伦的歌呢 我像你曾遇见那些片蜜 我永远不去追 就跟着你陪你 我永远不去追 你怎么这么喜欢听这个男的声音呢 直播间没有人了 对呀 马上下了 大晚上的都睡觉一下 好的哥哥明天都上班 你的一举一动都像那一首诗 让人读上千遍 依然是那么着迷 我真的不想放弃 爱已藏在心底 可是命运为此 我又能怎么点 剩下孤独的我 带着两人回忆 每天默默祈求 但愿再重逢相聚 我给你买的那个秋衣一直没发火 发不了了呗 我超时好久了 超时好久了 赔了三块钱 那没办法 你咋还没睡呢 都去休息了 晚上了 在很多人现在生病了 人家都早睡养生 知道吧 早睡着了 早一睡 他睡着了 他就吵不醒了 你再大声音都吵不醒他的 他只要睡着了 就吵不醒他 我觉得现在在外面喊都喊不醒 他睡觉很快的 哎你这几天不在 我应该给他把床单洗了 都忘了 雷哥你怎么还没睡呢 你刚才睡 真的没有 我会陪着你去 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故事 感谢有你让我最后懂得珍惜 茫茫人海 我们匆匆相遇 没事干净想点吗 我已经爱上你 我一直在这里 可是我们却都没能在一起 若不是心碎的影 却不得不放弃 每个世界我们趁着很可惜 我刚才说11点钟下 然后剥着剥着剥到12点半了 我想找点事情做 我每天不知道干什么 小李明天开始也放假了 还不用上网课了 不知道自己现在能干嘛 国厂不想去 你还不睡觉啊 你去看剧 你跟我一样 我下了 我一般也是看剧了 还有 还有几集就大结局了 那个风吹半下 真的看到后面 我那妈这连续两天晚上 我哭了两个晚上 一看就哭 一看就哭 然后我看到那个电视剧以后 给我最大的体会是 挣那么多钱干嘛呀 自己都不去享受 够花就行了 韩剧啊 韩剧是我很小的时候我爱看 也是看着哭得稀里哗啦的 后来我都 扎长巾又臭又长 扎长巾我都没看 我看的是 你看过那个吗 蓝色生死链 我的妈呀 那是看一集哭一集 很老的 那个蓝色生死链 看过吗 我那个时候是喜欢看韩剧 后来我都不看了 现在好多韩剧好像有点恐怖 那你看的也比较早了 那个时候好早了 我那个时候就是那一段时间看韩剧 后来也不看了 我看电视剧 我看电视剧 有点看演员现在 看赵丽颖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他的电视剧我一般都看 现在看稍微感动一点的就哭 真的是年纪大了 看啥都想哭 天天看着看着看着就哭了 但是回头我一想没钱也不行 你太有钱了 你天天想着挣钱 妈妈那么忙挣那多钱干啥 又花不了 看一个电视剧就会给我感触 反倒是我现在喜欢看一些就是那种轻松的电视剧 有时候看着电视剧看着妈的心情也很沉重 也压力也大 我现在比较喜欢看一些就是 不用盯在那里看 我做事就是能听听能看看就行的那种 轻松一点的 摸摸推给我的那个就是那个网站 看电视剧有点卡 卡得好烦 但是不要钱了 我没有爱奇艺的会员 画质也不是很好 你看现在还在外面忙活的脑里多努力啊 所以说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都是靠自己挣来的 那这么网还在外面 你看 卖个白泰迪卖了四千八 卖个六点五六点 白泰迪 白泰迪卖四千八 白泰迪卖四千八 正带过费都能走好几百 都能走五百 小心犬还是吃香 只有你想象不到的价格 没有报不出来的价格 真是的 只要那个狗长得好看 只要他体型小 只要他长得好看 脸蛋子漂亮 现在搞不到好的什么 我都想多搞一点 这种小生犬 脸瓜蛋子漂亮一点的 生出来小狗也漂亮 大眼睛 你看在外面找不着 你卖贵 人家也得找你买 现在好多人 其实真的不缺钱了 买这种几千块的狗都不缺的 之前十二点哥哥 他他他喂我 他问我那个黑财是谁出的 他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呀 后来我说是 小乔的闺女 小乔的闺女出的 只要是小乔雪卖下 下来的狗都不错 丽莎的狗基本上 现在我已经没准备 让丽莎生了 差不多要淘汰了 它是以前的那种 按理那条狗是随公狗了 不随牧狗 丽莎已经被淘汰了 现在基本上都是小乔雪卖下来的 但是公狗变了 换了总工 搞不到好的祖母 要不然我要大量的搞 小型犬 明天我都想吃狗事转一转了 哪里 我电名车没充电 没电了 最近不去到过年了 我天天待在家里 他明天他应该也要放假了 我没啥事 天呆着不挣钱咋心 人家都在努力挣钱 你就已经停了一个月了 提早给自己放假的 你等到过完年以后 处处都要花钱 你从哪里出 你都不想一下 压力多大 你看都是年前挣一波休息 你这妈提早一个月放假了 以前都是拖音部不放假 我们就不放假 我妈今年这么早给自己放假了 以前拖音部啥时候关门 我们啥时候休息 今年拖音部应该放得早一点 应该要快放假了 你说有时候吧找个狗 那个时早找不到满意的 不早的时候吧 你还总能看到 那么有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才没有那时期 我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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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皮哥 雷哥 我吓播了 雷哥睡了 我吓播了 雷哥 灰哥 下了 我追剧去了 还有几集 我不上 我不上床 老李也不上床 坐旁边坐着 他早就洗了 坐感冒了 你们还在吗 还有刚拿过来 你们还在不在 自己拿 我也不用 我吓了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我吓了 我追剧去了 都没人跟我聊天 拜拜 下了 明天见 明天再看 今天了 已经都12点40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